我的上一个老板在2020年 当时可以说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已经开始严重的下跌 由于做房地产呢 每天都面对很多这些房产客户 他的一个黄金级别的房产大老板 也是由于资不抵债吧 开始变卖旗下所有的财产 其中就包括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我认为北当最大省会的一个超级别墅区 其中呢里面大概像这样的别墅接近40栋左右 那也包括后期在2020年后期又建了一些高层 我们这个房产中介老板就要抄底 这个别墅区 当时呢老板也是急于用钱 以五折的价格 就让我们之前那个房产中介老板减漏了 20年的房产中介 尤其是过去15年 让自己身价几十亿 那么花了很多很多钱 就收购了这里边15栋别墅 今年是2024年 从去年年底的时候 老板也撑不住了 开始变卖这里的房产 以原来总价的六折出售 本以为简陋是五折 他六折出售 还能挣一折 最起码能挣个一两个亿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的房产市场 已经是乌云密布 任何人踩上一脚都很难自拔 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老板已经破产 现在还负债了三千多万 从过去零几年到现在 辛苦经营的二十几年的连锁房产中介 倒闭关门了 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那一批人都已经散伙了 俗话说呀 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摔死的都是会爬树的 谁都不会想到一个房产中介二十多年的老板 什么样的房子没有建过 就是因为抄底 五折抄底了当年的这个别墅区 现在是根本就卖不出去 别说现在的大别墅 就是现在的普通的 再普通的房子都很难卖 这里的大别墅呢 基本上都是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那么曾经呢 我和他也来过这里 曾经这里是 可以算得上是北方最大省会的最富豪区 身价都是过亿的老板 如今已经变成了周边邻居的耕地 因为这个园区的人基本上都已经走光了 一部分呢是抵债了 一部分是法牌了 而另外一部分呢 很多人就是因为各种原因跑路了 各种花园啊 现在变成周边邻居的 货花园 耕地 视频中我们看到 种的各种青菜 整个园区现在已经彻底荒废掉了 一派涂地 现在老板的日子 几乎就是倾家荡产 万劫不复 这就是买房 囤房的下场 他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是大老板 在房产界只是一个小菜菜 我们想一想那些大型的 搞工程的这些大房地产 这些大老们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跑到了国外 原因就是他真的是破产了 还不起了 用倾家荡产 我觉得还是形容不过 已经是基本上 断子绝孙的一个状态 这辈子 下半辈子 都不可能再翻身了